记者郑舒婷桃园报道,4月油铜花盛开,位于桃园市归山区的林口养生文化村村及周边步道,都为雪白的油铜花包围,林口长庚医院今早举办建走同乐会活动,号召员工、眷属及养生村住民,归山区各区里民一起为健康而走,现场有超过4000人参与。 林口长庚表示,自2012年起结合归山区4个里设立社区健康守护站,医疗团队每月会到各里提供社区预防保健筛建服务,至今已拓展到归山区28个里,涵盖率达93%,为鼓励民众走出户外,每年选在4、5月油铜花开之时举办建奏活动。 展庚运动医学照护小组主任林盈州表示,建奏可以提升身体活动量,降低糖尿病、高血压等慢性疾病风险,是运动伤害风险最低的运动。 林口长庚表示,展庚养生村建走不到全程道路平缓,沿途行经咖啡园区、果园区、农耕区、福气步道上的眺望台更是绝佳事业, 站上至高点可静兰养生村美景,目前有铜花也已盛开,欢迎民众前来见走,赏铜。